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啦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第二个小时 心里寺的第二个小时是美美爱漂亮的时间 最近有什么美美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我有看到一个美美的东西 就是 欧马克昨天po了一张美美的3D照片 他说都没有 他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我会让照片啊 零留言哦 我现在就来帮你留言说 嗯 哇 好长哦 来我来当第一个留言 我们一起留起来哦 我不需要这种PT留言 我不需要这种同情的留言 我们不同情 我们 大家现在就是用尽你的 所有的心思啊 一些很有质感的吹捧来 我们吹捧起这张3D照片 质感吹捧 我其实真的觉得 就是经营一个社群 然后经营一个鼓励社群或是 鼓励 对啊 就说你心情不好是不是 来入群入群我们疯狂的吹捧你这样子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耶 这个就跟 就跟那个 关键报告一样啊 就是 最近真的是有人名记忆障碍 怎样 汤姆克鲁士带先知 他们到一个场合里面 他们不是那些都一个一个门打开的时候 有一些上班族都躺在里面啊 旁边就是一群吹捧说 哇你报告写得真好 你真棒 哇我真的没有你 就是活在那个 我觉得很棒 今天这一两天很多人去参观报纸也很大的篇幅 报道Google的那个新总部 是 搞不好他们有个吹捧事没有公开 嗯 真的而且现在这个应该用聊天机器人是可以写出来 你只要这个群组里面可能只要两三个真人就够了 你为了东西为了够好的话 应该聊天机器人可以产出一些很不错的吹捧 你说是有一些吹捧是大众都可以使用的吗 没有那种这么个人化直达他核心的吹捧 对啊那直达核心的就由真人去做嘛 对啊所以我可能只要两三个人应该就可以赚这个钱 那两三个人真的很累耶 蛮累的蛮累的 下班两三个人要互相吹捧 看着彼此眼神死 然后未来可能就是从文字嘛 然后未来可能就是要语音的 就是有你要收集很多不同的语音 然后吹捧说你好棒你好厉害 真的好强喔 然后接下来可能是视讯的 因为最近有一个新的社交软体 可能在创头圈蛮红的 叫做Clubhouse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他一开始走跟脸书一样的路线 脸书一开始就是只有 哈佛那边的学生 还有就是波士顿那边的学生 才开始用嘛 然后所以是邀请制的 那这个Clubhouse呢 你现在在你的Google Play Store 跟你的Apple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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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吗 Apple Store 对 上面是找不到的 对 那这个也是邀请制 然后每天呢只开放可能很少数的人可以进去这样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语音的社群 对啊 你被邀请了 我没有 我还没有被少 目前目前我可以找到 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有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邀请人权利 哦 笑什么笑什么 各位各位 我们要的是质感吹捧 不是复制贴向吹捧 你现在有九个人说你挖好长 对啊 因为不行嘛 这种就是 就是PT Talk嘛 我不要PT留言嘛 妹妹 妹妹爱漂亮呢 就是反正每隔一季或一阵子 就是开始会有各大的美妆部落客啊 KOR会分享他们的空空上 那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空空上 就是把你用过的东西 好用的东西收集起来 然后最后再一整绕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哇大家怎么办到的啊 我那个鸡的罐子其实鸡的非常非常少 我已经有一种焦躁感要炸裂了 你应该就是 因为你用完就想把它丢掉了 对 就想把它灌进垃圾的那种爽快感 然后你现在就是要一直叠在那边 叠在那边再叠再叠 我已经有点好像撑不到 那你现在用掉几个 我现在空怪也只有四五格而已吧 那你就拍四五个就好啦 干嘛一定要挤很多 为什么一定要挤很多 可是因为每一次是你拿出来说 你看我用了再写这一季 有一种很爽快的感觉 我这一季我实际上就只用了四五个啊 嗯 干嘛装 然后我就想说还是 我就直接把那几个罐子拿来 妹妹爱漂亮分享算了 嗯 然后就是直接 哦不要啊 我们的影片呢 我们的影片没有人要看好不好 Hello Mary好久没有新片了 哎呀 哎呀好好好 好 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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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寂寞也许是解决的方针 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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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进我 人后 人后 什么都没有说 人后 人后 又在跑进我 人后 人后 时间已在错断 在刚刚稳定人 后该招换代 在刚刚冷静人 后脱下领带 胸泳 胸泛 胸泛 你准备吗 在刚刚讲提人 后正中吓坏 在刚说没关系 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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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心怀 有个东西要推荐给大家是 之前我分享过那个宝拉的乳液 然后那时候我做的是腿的测验 就是腿它到底有没有让你的肌肤比较亮白 还有膝盖暗沉 然后那也是两三个礼拜就有差别的 那有另外一个我没有办法分享的 就是关于我屁股蛋那边 其实有些女生 然后屁股蛋就是你的 屁屁皱着那边 有的时候会比较粗糙 你可以分享吗 我怎么分享 就拍起来啊 拍起来啊 拍起来难吗 不难吗 拍起来不难啊 对啊 分享出来难啊 分享为什么难 对对对对 你交给我分享就好 你要分享吗 我可以擦你屁股蛋啊 我可以擦你胯下啊 没问题啊 你就像王震怒一样分享啊 好啊 我要先留肚毛再说 然后后来呢我就 比较活力全开的在擦我的屁股蛋 因为那个时候是急着 想要让大家看到腿的差异 所以屁股比较没有认真 那屁股蛋呢 其实有时候你的屁股 有可能是坐的关系 有可能是穿三脚裤的关系 但我不确定 有时候会有颗粒感 可是那种颗粒感呢 比如说你一周一次 好好的去脚脂 去完脚脂再擦个乳液 它就是会变嫩就对了 可是反正你久了 就是会慢慢回来 那这一阵子呢 我就是没有屁股去脚脂 我就是乖乖的擦那个保拉乳液 也许我从那时候 收到他们的残语 到现在可能一个多月吧 或有点摸经过我的屁股 我手飞出去 真的太夸张了 靠 他们就飞出去了 我真的是想给你摸我现在的屁股 来来来 也是不行啦 你不要告诉我说什么 我现在坐下 我就直接滑倒 因为我根本坐不住啊 屁股太滑了 不过我穿裤子好不好 我一直 不是就是 有一天我真的是坐在我那个 沙发看电视的时候 然后可能就是腿在那边插 就是边插 就是有时候我会边看电视边推油 因为我很容易水肿 然后推在那边摸我屁股 就说 欸 这卡枪好像不是我卡枪 是谁啊 花花的屁股移植到我身上了吗 对啊 这是张嘉远的屁股 因为张嘉远的皮肤很滑很滑 豆腐都舒塌 我就这样一直摸我屁股 一直摸我屁股就是 着迷 我被我自己迷到了 因为屁股真的是 滑 滑 哎呦 所以就是你对保拉这个东西 真的胜战就对了 胜战 真的就是如果你对你的卡层颗粒 你真的是觉得很烦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但是那个就是需要 我真的是每天擦 也许真的是擦了一个月 然后我也没有特别每天就是 变滑了没变滑了没 我真的是有一天擦很久不经意 我现在摸我自己就觉得 所以这些东西 前提是它要有用 然后有用的另外一个就是 你必须要勤劳 你要勤劳擦它 这么爱开团购啦 保拉手开团购吗 怎么爱开团购啊 就是爱的东西叫开团购啊 而且很奇怪的是 我看它的介绍 因为它有分2%跟10% 然后两只也常常 它两只身体乳液 其实也是很多 也许一开始接触它们的群众 群众的困扰 想说我不知道我要选哪一个 因为有的好像是给 比如说你背部常会讲痘痘的 有痘疤那些在使用的 所以它应该是另外一条 更针对那个颗粒粗糙感 我不是在使用它 专门用那一条 用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你说2%就够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其实两条都很OK 这条路我要自己慢慢的走 Just leave me alone It's better off on my own You know I try my best to hide I just can't be like what you like Just leave me alone It's better off on my own You know I tried my best to hide I just can't be like what you like ig everything I can't be like what you need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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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因為昨天… 蛤?怎麼了? 突然忍住 發現自我審查 忍住了 沒關係 你私底下告訴我 I'll be drooling drooling over me It is spreading over me 沒事啦沒事 Boring 大家 沒有什麼料 很無聊的事情啊 很無聊很無聊 這件事情就是蠻無聊的 反正我就是遇到了… GEOF 然後因為他們有一些是中空裝 然後就看他們在那邊跳舞的時候 天啊!他們那個馬甲線都非常非常明顯耶 那種小肌肉 然後那個穿子很強 他們也都可以打到你 他們我是不確定啦 因為他們都沒有吃飯 太嚴格的飲食控制 因為他們是要追求瘦的那種美 就是很精實 就是鏡頭上看起來很好看的樣子 就是非常非常瘦的美 然後他們是因為真的吃太少 其實每個人如果你吃很少的話 你的腹肌就會現行 你的穿子就會現行 但我說那個健身房 就是你看他舉的重量 還是我幫你們關到一個籠子裡面 我們來個擂台賽 是類台賽 是類台賽 不是那個阿妮騎類台賽 是拳擊 無甲 兩人一組 某種類型的片子都會拍這樣子類型的 是類似的 是類似的 很像 像是類似的 是類似的 有很多的 在了解 都會被人身上 是封面的 能力嗎 是類似的 方式 是特色的 使用 還是會被人身上 is he the nun that we see that we see always a magical trick he could make us make us all the pricks I wonder these beautiful team are they drooling drooling over me I bet you better sing with me the voice under the skin she sings I bet you better sing it with me the voice is brown in me I'll sing 待てね oops it's nice you see the voice in the voice of the 这样想想 问你身上的想 你的一举一动 暧昧动作 在暗示些什么 有时作恶有时忧 我无法琢磨 就这样着冷漠 也许颜色太迷雾 让我忘了忐忑不安的心情 现在只想和你一起 欣赏今晚的风景 好像时间就此着急 让这感觉能变续 你握紧我的手 贴近心握 沉不住的感动 旋转亲吻低头 我无法琢磨 就这样着冷漠 也许颜色太迷雾 让我忘了忐忑不安的心情 现在只想和你一起 我欣赏今晚的风景 轻轻地依偎在一起 0031.11 轻轻地是不满心 AA 心不满心扬意 iera 心不满心扬意 AA 心不满心扬意 啊 AA 好像时间就此斬意 让这感觉满延续 耳边轻响起这首歌 幸福满信仰你 三点三十二分哥哥妹妹有意思 节目还剩最后半个小时 美眉爱漂亮漂亮的你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我是马克 我是马力 在飞碟联播网 在飞碟联播 我叫成健康 i know you wanna be able to test me 정신이 험이해 on the 길거리 too much shot so my 머리에 너 종합패거리 언제나 재밌지 현명한 다행 다 폐볶지 정단이 사방에 알로마에 내면 세네들 때문에 통난 내가 되고 내 feeling을 출려 느껴지는 에너지 저 시루지 셀러니 Gambo dat go playboy ladies all cool boys 동쳐요 신들 마음 필요워서 Gambo dat go playboy ladies all cool boys 동쳐요 신들 마음 필요워서 동쳐요 Wayu mays up 동더過 동더過 손가자 아무것도 못했어 Wayu mays up 동더過 손가자 아무것도 못했어 Wayu mays up Aaayayay 제네운다 Wayu mays up Aa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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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화가 날 Wayu mays up Aaayayay 제네운다 Wayu mays up 說到妹妹愛漂亮呢 前一陣子前兩個禮拜 因為剛好分上下兩集看完 我非常非常的著迷 不曉得大家看過這支影片嗎 就是王思佳去改造搶搶的房間 喔 太驚人 驚人的是搶搶原本的房間 是很恐怖的那種很亂是不是 哇那可以用亂來形容嗎 炸掉炸掉了一個地方 然後就是化妝台也很亂鞋櫃也很亂 然後他的鞋子放在房間裡 所有鞋子 然後衣服也亂 然後擺席也亂 然後他的床看起來都很髒 床上呢就是他們在訪問的時候 在看他那個環境的時候 你可以在床上看到三塊鞋子 然後王思佳同為女性他可以分辨 這一塊應該是一年了 這塊半年 這個很新應該是這幾個月的 Yuuu 太可怕了 Y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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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瑪麗在這方面呢 可以算的是 呃 表裡一致的女人 可是我能理解寫字真的很難洗 有時候你 對啊 對啊 那個 就是他還是會有淺淺痕跡 可是他那個是 身中淺真的沒辦法 他擺明就是不要洗他 他就是給他放在那邊 而且他最新的那一塊 非常非常大 就是 因為他應該就直接 因為他的床離他的化妝台很近 所以他應該是轉身 坐在他的床圓 直接化妝 所以他可能在化妝的時候就流 因為那一塊離他睡的那個 屁股的地方 比較遠 比較遠 一彈在那邊 他也沒有要洗他 嗯 他的化妝台呢 因為他 眼影就非常非常多盤 然後刷子就很多 整個就是 到處這樣亂擦 王思佳就拿其中一 只說 你這個有在弄嗎 因為 上面那一些刷毛 全部都是灰塵 Yuuu 他就給他拍拍說 再拍拍 可以用啦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刷了這樣子 然後就是他就說 他的比如說 剪什麼 剪夾 睫毛 小剪刀 一隻不見 兩隻不見 就那天桌上找到三隻 不見我再買 不見我再買 啊 原來都在這邊啊 這樣 那你說的炸掉 是有炸到 譬如說 那個房間的地上 也全部都是衣服 那 看得到地上嗎 我們有什麼印象 看得到他地板 那旁邊就是有開過 那個泡麵碗啊 然後還有蟑螂啊 零食啊 是沒有蟑螂 但比如說 有一罐 維大利 可能開了兩三個禮拜 還放在床頭 然後那個 可能維大利 那個罐子邊緣 你也看得出來就是 就是有 有灰塵啊 可是他意思是說 那個好像是 可能 開運的 開運的 開運 維大利 還是 還是有 有被祈福過 反正就是要喝 對不對 然後 當天晚餐 我又喝不完 我又喝不完 我喝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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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女生就是看起來飄飄亮亮的 你以前最震驚 踏進過女生房間 震撼的 有震撼你的某一間嗎 有啊 然後它裡面是哪一種讓你覺得震撼 就是地板上都是衣服啊 然後桌上也全部都是東西 然後床上也都是衣服 全部都是 就是你要睡覺 他就是都是衣服就對了 對 你就把床上的衣服然後丟到地板上 然後走路是踩不到地板的 會踩到他的 衣服上嗎 衣服上或是以前的紙上 一開始你還會不敢踩衣服 你會想要就是把它移到一個方向 那個下面移開以後 也不是地板 然後從此就學到一個壞習慣 我知道說 原來房間是可以這樣使用的 蛤 對啊 所以就是我大學的時候 也常常這樣子 就是衣服收進來以後我就不跌 我覺得 我要睡覺的時候就把它抱起來 然後放到另外一個地方 竟然被那個人給帶壞了 壞習慣是很容易被影響 好可怕 好習慣很難養成 壞習慣是很 人就是 會一直在尋找最小最小 最省力模式去運行 對啊 我們的腦子就是 有什麼更 可以偷懶的方式 更省力的方式 我們就會接受這個方式 當時你叫那個女生房間的時候 他有意思說 不好意思我房間有點亂 還是他就是很自在 就覺得 房間不就是長這樣嗎 欸 他好像 我不記得他有不好意思 因為如果有不好意思 他應該會先整理一下吧 對啊 就像跟拍到你家說 可以丟我三分鐘嗎 這樣子 對對對 後來就是 好像我們有試圖一起整理 整理完以後 這個沒多久就會爆了 其實就跟那個阿滴的妹妹一樣 就跟滴妹一樣啊 會吵架 不是 你好好幫他整理 整理完了之後 就是一切都覺得 嗯不錯 現在看起來地板也都看得到囉 化妝品那些什麼桌上桌面 都看得到囉 沒多久就是 炸掉嗎 就炸掉 所以有可能搶一搶的房間 一下就 這個不可能啦 你沒有那個習慣去維持他 可是他是打掉他整個裝潢重弄 就是還幫他做了收納空間 就是他等於是跟一個團隊合作 然後他為了做這個就是地 他就自己也或說去加碼地板 也打掉重鋪地板 重鋪壁紙 重弄天花板 沒有用 沒有用 這些外在的改變沒有用 人的內在就是那個樣子 你一定要從內在改變成是有用的 真的 真的啦 最後跟那個一株樹好了 你要他的果實結得漂亮 然後你在外面就是 用了很多什麼防蟲的啊 護網啊什麼 他根爛了 他就長不出果實嘛 這是一樣道理啊 你是說清潔的根已經爛掉了嗎 對啊就是 你要改你就要從跟那個改變 那你後來怎麼又從那個壞習慣回來的 我到現在都完全沒有甩掉那個壞習慣啊 但你家現在很整潔耶 呃沒有啊 我的房間沒有很整潔啊 我的工作室沒有很整潔 還是會 譬如說回家我只要 脫衣服沒有好好的 告訴自己說我今天脫完衣服 我要歸到定位 我就會先丟到床上 丟到床上以後太太久了以後 就看 然後就會再把它移到其他地方 前一陣子就是要穿那個衣服 然後就是這種毛衣的 那你曬衣服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能用吊子曬的 會有那個痕跡 除了上面會有兩個那個曬衣痕之外 因為毛衣有吸水就算拖完水之後 它還是會比較重嘛 所以你的毛衣會變長 天啊你的毛衣在變長 真的不知道長到哪邊去 我有件毛衣呢 它就是本來是個普通的上衣 但是呢 因為就是可能就是那樣曬的關係 我那天一穿起來發現 欸 它完全把我的屁股都遮住了耶 這是one piece吧 然後穿起來就緊緊的 我覺得 這就是女生的洋裝啦 這就是one piece啊 我就很不開心 我就跟Catia說 我這個不行 這個要丟掉 美麗丟要送走了 要回收了 他就說沒有啊 這個很好啊 我覺得是還好啦 我那天穿 我就覺得 你有穿 我有看過你穿那件嗎 有 我有穿 我後來有穿出去 那如果我沒有反應 可能就看起來很正常吧 就我自己會覺得 我在穿女裝啊 你這有不習慣嗎 呃 是沒有啦 人家在家都受女裝的打扮喔 哼哼 討厭 我自己會不會走 你自己會怎樣 我自己會幫你 我自己會為你 我自己會去 我的臉 那個人會心裡 你自己會有 永遠離開 那一場原本 嚴重 我自己會去 我自己會想 一場焦 我自己會想 你說的 我自己會想 你也想 吃太好了 你笑 他的風格 這心 我已不知道 抱歉 я想想 不忍心 絕對不想 這 instant 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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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一刻 其中一點 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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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 一刻 一刻 我们的LINE群组呢 即时收到了人气漫画家 他这个画出了他回家之后的动线 台南古阿明 台南古阿明呢 他分享了他回家以后 这个丢衣服的顺序 他呢就会一路呢 从这个门这边先丢了衣服 再丢了裤子 再丢了内裤 最后裸体进房间 你丢内裤在客厅干嘛 看他这样丢 你就放心了 有种爽快感 一回家就一件一件这样 这就是小孩沿路丢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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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好久不见的女孩新翻译举落 今天的这一题 我觉得 我自己是完全不会犯这一件事情啦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 就是你会去问女生说 你去哪里 你几点回来 他会暴怒 是哦 这种情况呢 很常发生在家庭主妇的身上 尤其是退休之后 那呢老公本来就是只会待在老 本来就只会待在家里嘛 所以老公就会说 你要去哪里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的饭呢 哦 重点是我的饭呢 听了以后 就会让家庭主妇 非常非常的火大 嗯 然后呢 这边呢 他说的是因为呢 男性脑不喜欢打破常规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直待在家里面嘛 他遇到这个变化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嗯 嗯 诶啊 今天 你本来不是都待在家里面吗 你突然就是穿起丝袜 涂口红 嗯 他会有些不不不安啊 这样子 他就忍不住 他就一定要问说 你去哪 你去哪 几点回来 这样子 当然如果他能事先知道你要出门 他就不会感到不安 嗯 所以呢 作者提供的一个意见 建议是 就是你要事先讲好 有什么都事先讲好 不要突然的说 我这样出去哦 嗯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蛤 为什么 嗯 怎么会这样子 那常常呢 有时候老婆发怒 是因为误以为老公在责备自己 跟骂自己 呃 这边举的例子说 如果老公说 今天的菜只有这些 那废话 听起来是找架潮嘛 谁会这样讲话 这就是白目 对啊 然后呢 作者说 他可能只是单纯的询问事实 怕不够配饭 那这种情况呢 最好的方法 你是先安抚老婆说 我我没有责备你 我真的不行啦 讲这句更不行啦 更 这个章节真的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要pass 要pass 这个要pass 我的早餐只有两粒 维他命 吃 我现在连维他命都不吃了 早餐都不吃了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要问对方去哪里 什么时候回来的话 你请你温柔的附带一句 我会想你 我会担心你嘛 我会担心你们 我会担心你嘛 会担心各位 我们明天再会 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呢 跟你说成再见啦 哦 最后 待会儿可以跟我们继续聊聊天 哦 待会儿呢 我们会在下期直播 嗯 Mark and Mary 对 MARC and MARY 还不是那个主直播室啊 主直播室 今天应该没有活动吧 没有 我们会在自己的虾皮频道上面 嗯 当做ig直播 跟我们聊聊天啦 最难以逃离的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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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以逃离的也不是风浪 是我突破了天际的心跳 那一天我翻遍一切赎尽 爱你却还是说出个所以 只限属于人类 只限属于上帝 而我的存在或许属于你 你看不出来吗 我爱上了你啊 允许我成为 虔诚的朝圣者 为了亲吻你而出发 你看得出来吗 我爱上了你啊 像一个青涩广长的玩家 只是桌上筹码 是我自己 你想的吗 对我原意全部是给你 除了我深情的眼睛 其他的闺女就算一无所有 还能看着你 请问我的疯狂 没吓到你 没吓到你 情缘了一个傻瓜应该像不由己 一起你就推翻了地心引力 我只能漂流于你经过的途径 世界又重新 下过了一场雨 这次我不再讨厌夏季 你看不出来吗 我爱上了你啊 允许我成为 虔诚的朝圣者 为了亲吻你而出发 你看得出来吗 我爱上了你啊 像一个青涩广长的玩家 只是桌上筹码 是我自己 追赌爱河的人啊 要怎么悠悠 我连话都说不好啊 带着掩饰不了的害怕 怕我被失落无度的筹码 怕你不血雨 跟我赌一把 怕一切都是自作多情的笑话 你看不出来吗 我爱上了你啊 允许我成为 虔诚的朝圣者 为了亲吻你而出发 你看得出来吗 我爱上了你啊 像一个青涩广长的玩家